接下來檢察官 如果又有另外偵辦別的案子 這個案子才會繼續往下燒下去 但如果只是鎖在這個誣告 恐嚇跟偽造文書 其實這樣的一個罪行 看起來應該還是不大 是 來這個袁智遠 怎麼評估這個案子 這個領會好的案子 會對國民黨有影響 現在恐怕檢調可能掌握一些東西 可能是你們也不曉得了 現在一直要切割說 好像之前的蛋的問題都是被黑的 都是這些網軍軍動 其實不是 其實我覺得民眾自己心裡會有感覺 就是說他到底有沒有 認為有實案的問題 因為當時確實有標示過期的蛋 然後也有一些西產地的問題 這是千真萬確 那李宏元的部分 口罩國家隊 那個他道歉 他已經道歉 那這個當然錯了就認了 你們就沒什麼好講 沒什麼好講 剛才黃毅川 黃毅川剛剛那邊講說什麼 趕走台積電 這都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那台積電那個今天那個科學園區 他自己講說這個案子是要到2027年才啟動嘛 那因為鄭文燦他們畫的那個地 現在有3000戶民眾在那邊啊 那是四人土地啊 你也不能說立刻給我搬走嘛 然後他們抗爭非常激烈嘛 那這個以前其實民進黨也都是支持這種土地正義的 就是要要站在民眾這邊 那你當然你要要去溝通嘛 那所以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啟動啊 你民眾 其實台積電 張善政要不要去溝通 張善政根根本都什麼時候還沒有錯嘛 那因為他是106年才要啟動的案子嘛 預算也還沒編嘛 那所以民眾因為抗爭 張善政什麼都沒做 民眾抗爭很激烈 民眾抗爭 然後台積電是後來覺得說 他不想要這樣子去影響大家 而且其實台積電到底有沒有要去桃園 他的意願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東西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 台積電TSMC是公開上市公司 他去哪裡投資是不能騙人的 不要隨便去講 我不只鴻海有法務 台積電也有法務 人家公開一個利多 不能騙人 騙人的話變成草土地 他們前天宣布說不考慮龍潭 他們之前在考慮嘛 你漏掉一個環節 為什麼台積電 辦過一次說明會 不是中間沒有發生事情 台積電要去設廠 他是租土地的 土地是地方政府用徵收的方式 要來處理或租客管理局 要來處理給廠商的 所以台積電一直認為說 你針對我台積電幹嘛 就算台積電有錢 你也不應該針對我 應該 你應該去找找那個地方政府 所以在六七個多月前辦過說明會 才開始有抗爭 不是都還沒發生 還要懷疑說台積電 搞不好投資是假的 不要為了修理蘇貞昌跟鄭文燦 去硬這樣扯 台積電也不會配合他們兩個 今天如果鄭運鵬當市長 發生這事情你們會怎麼講呢 所以因為辦了說明會 中國國民黨的議會的 桃園市議會的黨團 我印象那個還是幹市長 帶頭就抗爭啊 參加那個 然後現在說民進黨有 其實是國民黨的抗爭 那抗爭我覺得 我們不要去污名化抗爭 任何土地的所有人 都有權利要求合理的價格 也有權利我不給你徵收 所以抗爭我認為這些民眾 有他的 他都應該做他就要做的 重要是他辦了第一次說明會 很明顯民眾的火在燒了 那你桃園市政府什麼事都沒做 一直等到最近台積電也是正式公告 我不會來龍潭了 我們中南部很開心 趕快來這邊 他正式放棄也是正式的說法 所以不是台積電要投資不投資還不知道 這樣講不厚道 而是他來到這邊投資的時候遇到地方的困難 他沒有感受到地方政府很想要他來 台積電的三奈米在台南的南科 環評第一次也沒過啊 他的用電環評沒有過必須補正說明 台積電為什麼沒有拍拍屁股說 這樣不反應我就走了 沒有當時他就是你合理的要求 他就合理的說明 程序過了 現在三奈米在南科已經量產 成為各家包含iPhone 要包那個產品 我們也因為台積電三奈米五奈米在南科 帶動周邊的發展 連蓋房子金蚌模的薪水都漲快要一倍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是桃園的損失 可是你有損失你也可以做個選擇說 我尊重我們當地百姓他不要他來 我們尊重他 這也是個選擇沒有非要台積電不可 可能不能一推二五六 台積電前年宣布不再考慮 進駐龍潭園區的三期 引發連串的政治效應 那因為蘇恩昌說 市長選對人很重要 藍營就大跳腳就抨擊民進黨 炒作選舉紅利 我們看到包括國民黨林涛都說 這個民進黨炒作 導致這個台積電落腳桃園破局 就要求民進黨跟鄭文燦 要向台積電跟市民道歉 新皇那所以按照蘭營的邏輯 是前朝的市長要去道歉 那張善政現任科技市長 是沒有責任是不是 市長當然有責任 市長怎麼會沒有責任 我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你去看 這個台積電之前 在新竹縣的寶山的用地 你知道這個寶山的用地 如果你都叫竹科管理局來處理的話 那我問你 他在當地遇到的抗議抗爭怎麼辦 你知道台積電 在寶山用地的取得上面 當時是遇到抗爭 而且徵收的範圍裡面 還有一間廟叫寶生宮 那個寶生宮 為了處理地方的反應 你知道鄉長是帶著台積電的代表 到寶生宮去拔杯 而且拔了四個聖杯 然後最後這個廟 然後讓他簽廟 讓台積電取得寶山鄉的用地 那我只問一件事情 在這裡面請問地方政府有沒有努力在裡面 有喔 所以你看當時新竹縣縣長是哪個政黨 是國民黨自己的吧 所以你看即便是台積電要取得寶山的用地的時候 新竹縣的縣長楊文科他也要出來溝通喔 當地的鄉長也出來溝通喔 所以你能夠把事情都推給中央嗎 不行嘛 那另外我們再看台南的例子也是一樣喔 你看這是一位媒體人徐美華他所發的臉書 他就提到我也很有印象 就台南的樹谷園區 台南的樹谷園區當初呢是齊美在當地的 他的廠在那個地方 齊美店 可是齊美然後後來被群創併購 然後所以變成群創的用地嘛 你知道台南樹谷園區的取得 當時你注意看喔 台南那個只有只需要靠管理局嗎 不是喔 你也要靠台南市政府的努力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樹谷園區在土地徵收過程裡面 土地徵收誰要幫忙 地方政府要處理 所以你看台南市政府當時呢 辦說明會協調收購價格 讓當地地主感受到誠意 結果呢現在台南的樹谷園區是不是很成功 很成功喔 所以你看除了當時我們講說 這個齊美店後來變群創之外 樹谷園區也多了很多科技業廠商 包括台積電重要的設備商 加登精密都進駐在裡面 所以你看到這個樹谷園區 你都知道地方政府努力重不重要 重要嘛 然後所以當時從這個台南市的前市長 蘇煥志到賴清德 對台南樹谷園區這個地方 對地方的招商養成過程裡面 都要做協助喔 所以你說地方市長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責任嘛 你怎麼都通通推給前朝 你台灣市總是有責任 你要去協調嘛 協調收購價格 或是沒有土地 你再找土地出來嘛 為什麼 你要台積電去設一奈米廠 這件事有多難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台積電到日本去設廠 你知道台積電一廠 日本政府補助多少錢嗎 日本政府呢 當時喔 這個這個廠市要生產 還不是一奈米喔 各位 台積電在日本的廠市成熟製成喔 一奈米的先進製成 哪個國家不要你告訴我 大家都想要 全世界都想要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目前能夠做出來 然後把它量產只有台積電嘛 台積電 規劃在桃園 是一奈米的廠 雖然是2027年 但是現在要不要規劃 2027年 重大紀念是幾年 今年是2023年耶 台積電在規劃先進製成 當然要預先規劃嘛 所以用地的取得 是不是也要預先規劃 當然要預先規劃啊 所以你看台積電在日本 熊本的廠 日本政府補貼多少錢 4760億日元喔 然後呢 日本政府發現 台積電到日本來 可以振興當地的半導體 非常有幫助 所以呢 在熊本當地呢 日本覺得說好 那拜託台積電再來做第二個廠 第二個廠要補助多少錢 剛剛我們講一廠要補助 4760億日元 第二廠要補貼 9000億日元喔 請問在桃園市的一奈米廠 台積電有跟桃園市政府要錢嗎 日本是砸重金 德國是協調用地 而且兩邊拿的都是台積電的成熟製程喔 結果桃園市這個地方是一奈米的製程 那我最後再講一件事情喔 我特別強調台積電本來在龍潭的 只有封裝測試 先進封裝廠 台積電在這裡是沒有晶圓製造的 差別在哪裡呢 晶圓製造要來 就有機會 設備商 台積電的設備商 也到這裡來要服務他 結果呢 你台積電的頭沒有來 其他這些設備商呢 你期望他來 這當然就不可能了 所以呢 桃園市政府有沒有責任 桃園市政府 在溝通協調上面 當然有責任 郭董哥我們看到這個 郭台銘這兩天好像心情有比較好 因為跟柯文哲一直是很熟 國慶日那天說過了 馬上就會波雲見日囉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 黃世秋他怎麼說 這個還要談給民眾黨 這個國民黨之外呢 侯友宜除了選總統之外 還要談給民眾黨 從兩三個部位首長 到執政後的六千個位置 痛批泱泱大黨 竟然如此赤裸裸的分章 這個真是標準的政治分章 事情都還沒有定局 就已經在全民全面表演給你們看 好像這塊大餅我拿到以後 誰哪些人都可以來這裡啃一口 哪有這樣政敵 另外一件事情是政黨不合 就要去承擔歷史罪人的責任 這是什麼民主概念啊 可是現在藍白兩個在互推 好像在推給對方 就是要找賬犯了 不合就是你要負責任 人家民主政黨理念和大家一起合作 理念不合本來就分開吧 你是你的黨我是我的黨嘛 剛剛阿成在講說 空著屁腿 屁郭台銘 那笑死人啊